罗罗见阳中房 现在肾虚的人不在少数 有的人肾阳虚 有的人肾阴虚 还有的人是属于肾气虚 今天我们就分享一下 我们平时可以吃哪些肉 可以帮助恢复精力 补充肾气 第一天上龙肉 地下驴肉 是人们给驴肉最高的 饱奖 生活中也有很多人爱吃驴肉 中医认为 驴肉胃肝性温 有益肾壮阳 强筋壮孤的功效 第二是羊肉 羊肉本身属热性的食物 入皮肾 而且古代名医 李时珍曾在《本草纲目》中说 羊肉能够暖中补虚 补中益气 开胃健身 益肾气 羊胆明目 致虚劳寒冷 五劳七伤 也就是说羊肉是一句 具有温补强身 补肾壮阳功效的肉类 第三是鸽子肉 牛羊肉虽然具有一定的补益作用 但是容易吃多 这样反倒会滋腻脾胃 最补肾的应该是属于鸽子肉 鸽子肉性温和 很容易入肝筋和脾筋 并且还能够滋补肾羊 那鸽子肉怎么吃最好吃呢 我推荐可以蒸着吃 这样一来 营养成分一点都不会浪费 还有鸽子蛋也是补一佳品 鸽子蛋枸杞红糖 一起主要吃 补肾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但是别忘了关注我